几个少年不停学着狗叫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免去提防 可大宇并不想忍受这份耻辱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结果换来的却是老实的报答 这是韩国最新的电影圣诞送歌 把人性的黑暗丑陋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宇为了替死去的弟弟报仇 故意伤人进了少管所 当看到仇人就在身后 大宇再也忍不住 只可惜双手难抵住一拳 对方好把无伤 他且被外号叫疯狗的老师抱打一顿 还是班主任赵老师帮他求情 疯狗才放他一马 把他关进了金碧室 赵老师是弟弟葬礼上唯一哭的人 他自愿为不健全的家庭进行家访 是弟弟的辅导老师 他明白大宇来到少管所 是要找伤害弟弟的三个少年保仇 可无论他怎么劝 大宇内心只有复仇两个字 因为弟弟只有小学生的智力 被几人读大后 死在了公寓的蓄水池中 最后却被警方认定为脑子不正常 单纯的逆水意外死亡 而那三个少年却只去少管所复兴半年 弟弟死后一个星期 奶奶悲伤过度也离开了人世 正义得不到伸张 复仇就成了唯一的路 大宇从禁地址出来治疗的时候 顺手偷了一把镊子 藏在左手的绷带里 在卫生间他听到其中一个仇人 正在炫耀打那个弱智少年的风光力时 大宇拿出手中的镊子 冲进卫生间对那个人就是一顿暴打 门口方方的阿焕 找来了赵老师 可大宇的怒火一被点燃 他还是将镊子刺了下去 幸亏赵老师急是破门抱住了大宇 那人只是脸颊被划破了 大宇又被关进了金碧室 当他迷迷糊糊睡着后 金碧室的门却突然开起了 大宇被砸得头破血流 对方的门要是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那人看到大宇满脸鲜血 慌张地就想逃跑 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 大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那人被吓得浑身发抖 掏出了兜里的钳子 可他完全不是对手 被大宇打得蜷缩在角落 门口的疯狗看到事情不对 连忙冲进禁闭室去拉大宇 就是他安排那人进去教训大宇的 只可惜他还是慢了一步 当他用电击枪击倒大宇时 大宇已经拔掉那人的两枚牙齿了 第二天大宇并没有受到处罚 所有犯人包括那人自己 都说只是一个意外 可有人就建议将大宇转到其他烧管所 还是赵老师帮他求情 才给了他一次机会 大宇被安排到阿焕的身边 阿焕好心地递给他三个纸腾片 大宇并不领情 可阿焕的举动却被三人为首的小坏蛋看到了 就是他的父亲认识检察官 他们几人因为斗殴只判了半年 夜里小坏蛋就狠狠教训了阿焕 并让他脱掉裤子对他进行羞辱 第二天大宇让阿焕别给这些人渣当狗了 他最瞧不起这样的人 两人竟然相识 阿焕是弟弟的朋友 他知道大宇瞧不起弟弟和他这种窝囊费 原来弟弟死的那天阿焕就跟他在一起 弟弟一直在汉堡店等着大宇来找他 可大宇一直没有来 弟弟才去了便利店 结果便遇害了 此时疯狗的办公室里 来了一个新犯人 疯狗正在教训他 让他明白自己才是少管所的老大 犯人上一秒还微微懦懦 可突然脸色一变 他手里竟然有疯狗的把柄 犯人叫大川 是外面有名的混混 这次他进入少管所 还有其他的任务 当着疯狗的面 大川就对旁边犯人拳脚相加 整个耗子里的人都被震惊了 疯狗居然毫不理会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 阿焕听到了小坏蛋三人的交谈 原来大川是小坏蛋父亲花仲金库的杀手 近来就是要干掉大鱼的 还听到小坏蛋亲口承认了 弟弟就是他们杀死的 他将这两个秘密都告诉了大鱼 他也很愧疚 当天若不是他提前离去 也许弟弟那天就不会去便利店兼职了 可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 听说大川是来干掉大鱼的 赵老师想帮大鱼身情转走 他真的不希望大鱼会出事 活着的人就要继续生活 如果真死了 还有什么用呢 仇也报不上了 可大鱼心意已决 当奶奶也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吃过午饭 大川就马上有了动作 他让疯狗给他留下甩棍 上来就先教训了阿焕一顿 然后又把刀疤脸叫出来 让阿焕动手打他 刀疤脸还不能还手 阿焕给他一顿暴打后 大川又喊出了缺俩牙 让刀疤脸开始揍缺俩牙 缺俩牙不甘心被打 还手打了大川 却反过来让大川好一顿毒打 看着大川打人的镜头 大鱼想起了以前的画面 他与大川一样 只是个混混而已 大川不仅是给大鱼来个下马位 也是替他出口气 所有跟弟弟的死有关的人员 除了小坏蛋他都挨个揍一遍 大鱼并没有赶紧杀绝 反而忘却俩牙包扎了伤口 却俩牙也是良心发现 说出了那天的真相 他们本来是想打便利店的老板 可老板没再去看到了兼职的弟弟 看到弟弟想要报警 所以才将他打了一顿 不过他并没有杀死弟弟 他打完人就离开了 可大鱼却不太相信他所说的 大鱼主动找到了赵老师 想请他帮忙 赵老师其实很想帮弟弟做些什么 可他怕大鱼会有危险 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赵老师终于同意 他将仓库的钥匙交给大鱼 在那里他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大鱼万万没想到 仓库里竟然做着令人作呕的事情 疯狗正在抢保阿焕 他因此想起了弟弟 因为弟弟那天说很痛很痛 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他突然意识到 疯狗是否曾对弟弟做过同样的事情 他拿着疯狗的电机枪电约了他 然后用皮屑疯狂地朝他脸上照顾 阿焕也终于说出 弟弟死的那天早上他也看到了 这XX가 너한테 어떻게 하는지 다 봤다니까 어? 이리 오면 말할 거지? 오늘 아침에 오늘은 크리스마스 크리스마스이브야 기쁜 날이야 기쁜 날 말하면 안 돼 이루 힘들어 많이 힘들어 나 땡 打于此刻的内心无比伤痛 他想起自己从未关心过弟弟 Merry Christmas 他总感觉自己为这个假牺牲太多了 那天他的确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在汉堡店等他 可他为了生活费 跟着黑社会强行拆迁 在这里他也认识了大川 当他晚上想起弟弟的留言 他才打通弟弟的电话 可听到的却只是噩耗 这一刻他也决定了 他一定要替弟弟报仇 另一边小花干下个礼拜就释放了 他也催促大川尽快行动 否则大川得不到一分钱 第二天是洗澡的时间 管教和老师不会进入浴室 平时疯狗会通过监控监视 可如今他住院已经离开了 这是大禹唯一的机会 他将今天与赵老师谈话的时间换给阿欢 而他自己走进了浴室 回头这一眼 也许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当管教交班提前离去的时候 他们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大禹让所有无关的人自行离开 于是离止留下了小坏蛋三人和大川 一场恶战也正式拉开帷幕 小坏蛋和大川分别拿起了武器 就算大禹将刀疤脸和缺俩牙打倒 可他身上也满是伤口 大川趁机出手了 以拳拳正中大禹的面部 大禹被打得满脸鲜血 看得我真是着急 随便拿起旁边拖步 是不是也能进行个绝地反击 只可惜导演没看过成龙 大禹仍是靠双拳打倒了大川 可小坏蛋两人再次联手 将镜子碎片刺进了大禹的肚子 大禹并没有倒下 为了弟弟他忍着伤痛再次打倒了大川 面对凶神恶煞的大禹 小坏蛋终于害怕了 他开始向大禹求饶 他根本没杀弟弟 打完弟弟后他们都走了 他们也不知道弟弟去了哪里 他跪在地上 求大禹放他一条生路 可大禹的眼中只有怒火 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眼看大禹越来越近 赵老师突然走了进来 小坏蛋本以为能活下来 可赵老师却看了看时间 然后拧下了一根铁管 大禹就眼睁睁看着 赵老师将四个人全部敲死了 这也是他唯一能为弟弟所做的事 大禹怎么也想不明白 赵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帮他们 在法院的庭审上 于是帮赵老师身边 因为赵老师认真负责 并无条件提供不见全家庭的辅导工作 可一直在帮助残疾学生和退学青年 加上他认罪态度良好 只是为了阻止学生都没有故意杀人 只盼了他四年的有期徒刑 可阿焕却将一口老痰吐在他的脸上 令人绝望的反转终于来了 赵老师竟然才是一只侵犯弟弟的人 那天弟弟遭到毒打后 并没有等来哥哥 反而是老赵 哪怕弟弟浑身伤痕累累 他还是做出了禽兽的行为 弟弟就这样被他无意中无死了 他把弟弟的尸体扔进了蓄水池 可他却安慰自己只是今天太倒霉了 而他帮助大宇不单是为了弟弟 他甚至还幻想可以跟大宇开始 面对眼前的一关禽兽 大宇真的想亲手宰了他 可他却无能为力 四年过后 这个禽兽还会被释放出来 也许是老天都看不过去了 在影片的结尾 这个禽兽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 先生先生是这样子吗 对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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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